支聯會發起關注銅鑼灣書店的遊行 大會說有6,000人參與 有遊行人士說不希望看到中國政府 踐踏香港人的底線 胡亭偉報導 支聯會星期五照遊行 雖然只有一天時間 仍然有數以千計的人參與 有遊行人士認為香港的自由民主被侵蝕 我們香港以往有的自由民主 民主、法制都不斷被侵蝕 我想大家不要再相信一些高官 或者一些利益衝突的人 說這件事是沒事的 而這些說話其實是侮辱我們香港人的智慧 隊伍走到收盾球場對開 遇到外港之聲的街站 警方抓起人簾避免雙方衝突 多過泛民政黨連續兩天遊行到中聯辦 他們除了要求有關當局 盡快交代銅鑼灣書店事件 也要求政府捍衛新聞和出版自由 多過泛民政黨拿著橫額遊行 但就未見任何本土派的團體 一批社工系的學生也有參與 而學界團體當中 只見到領大、教大和理大學生會 我們這麼多間院下學生會 其實都是十分重視這次的林榮基事件 所以可能今天的遊行 我們未必都是一起出現去參與 但是我相信 若果我們去關注同一件事的時候 不會說有一個不夠力量 即是不夠凝聚的說法 沿途有店舖擺放蒸餾水 免費給遊行人士領取 以示支持 遊行隊伍走到中聯辦外面 泛民會議召集人就高叫口號 社民連就向中聯辦投擲黑箱 未有造成混亂 雷玉連和韓連山等幾名示威者 就在中聯辦門外焚燒共產黨的黨旗 警方拿著滅火桶在場戒備 但未有阻止 自衛人士其後和平散去 NOW TV記者胡亭偉報道